大家好,我是光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悠悠卡不能使用的情况 是这样子的 前一阵子因为去搭公共交通工具 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 不小心悠悠卡放不到了一些硬的物体 导致悠悠卡它失去了可以读取的功能 下车发生了读取的困难 那时候才发现悠悠卡已经雇上了 我很清楚这悠悠卡里面的金额 是足够支付出行的费用 后来我发现这个卡雇上之后 到捷运站的服务中心去问他 我这个卡现在不能读取了怎么办 他用他的机器读了之后确实读不到 他说先生,我能不能帮你把你的卡片后送 送到悠悠卡的总公司去 去读取这个晶片 读完之后没有问题 他才给你退款 后来我就另外买了一张卡片 也是悠悠卡 这告诉我们,即使故障也是可以取得里面的余额的 所以如果说您的悠悠卡故障的话 请你一定要到捷运站的服务中心 请他帮你读去 真的读不了 他会帮你后送 他会给你一张纸请你填 填你的卡片 的一些基本资料 还有你的联系资料 还有你的住宅地址 他会把这个资料一并连到那个坏掉的卡片 送到悠悠卡公司去 去给你做一些处理 那个服务中心他会给你一张纸 台北捷运公司电子票证 票卡退卡的申请单 长的是这样子 我想这个卡片呢 应该就是真的报废了 拿了这张纸后 预计7天到10天 他的余额应该会进行退款 那他会先在手机上给你通讯一下 告诉你 你的卡片已经开始后送了 得到这个讯息之后 代表过一阵子 你应该会得到一些余额 如果说你7天10天之后 还是得不到这个余额 那你可以主动再打电话 到这个悠悠卡的公司去 把你的单号告诉他 他会给你查 查完之后 会告诉你下一段时间 余额什么时候会给你退款 好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希望我的讯息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就这样子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